那我们生物学家在这样的浪潮面前会有怎样的冲击呢 那可能有个大三大二的方法还没开始做接触 大三应该已经做过一些时间 生化、生物学、未生物学、实验很大体 最近有些概念 那我们来挑战一下 测一个细菌的生长曲线 你能测多快 需要多长时间 测三应该很容易 是吧 取一点军 测Od 过个15分钟、20分钟 再测一次 再测一次 一般来讲 一个细菌生长快了 像大三感菌这种 长起来也要六到八个小时 如果长得慢的 要长得上两三天也要正常 所以经常 需要通宵的去测三应该 这种事情很经常的 而且的话 你们取样的过程 也就是取 十分钟取个样 已经算够快了 如果说同时做几个菌的话 那就很难了 对吧 而且你每次都要打开 如果你开关这个培养箱太平凡的话 会影响到培养箱的温度 以及它的这个摇动的这个条件 来看看我们的东西 我们这是纯粹我们自己手工搭建的一个细菌 连续生长车定仪 你们看到 这是一共 这个照片是一代产品 是六连装的 每一个单元里面 会有一个激光来进行发射 穿过这个笔色米 这么这个小的笔色米里面 其实就在里面生长 然后后面是个光检测器 就每一个小单元 构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风光棱测器 但是这个风光棱测器 是装在一个底盘上面 然后固定在培养箱里 一边摇一边折 不需要取出来的测 整个过程是无人指手的 一秒钟可以测定一个数据点 六个可以一起测 保证完全不受外界的感染 所以这是我们发表的文章 你们可以看见 这还是五分钟 就是每个点代表五分钟里面的平均值 可以看见多么的密 然后这两条 这两条曲线是两个不同的均 的生长曲线 它们的这个生长长数 有着微弱的差别 我们可以看见 有着微弱的差别 但就这么一点差别 就很可能改写 细菌耐药的传统理论 以后的教科书可能都要改 就是由于有了这么高程度的一个设备 它的经路可以到小数点后四位 你们谁手工测定能够有什么精确的 没可能 而且现在我们把它改进了 是可以通过WiFi把这个数据实时发射出来 然后可以在手机上面 在唐的浅试里面 就可以连着实验室的电脑 然后就来提出 军长差不多了 所以说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们实验室里面 如果要做这些细菌生长的化妆事 在回家之前先把菌弄上 然后把机器设好 回家睡觉 第二天早上来抽出 一般都是这样子 现在连取样 家药 这种中古家药 或者中古取样这种事 都不用跑到实验室去做了 因为我们的机器上面还有一个部分 是可以随时去取样 你在手机上一点 或者可以去取样 取出来 或者帮你加药 加进去 非常方便 如果说这还不够 我给你看一下 我们的48孔高通量西民生产能力设定 一次测定48孔生产出行 几乎完全一样 你手工测定是不可能的 这我们就是一个晚上 说这么多 一个板子不够是不是 我们再来一套 再来一套 你能不能跟我们拼吗 不可能吧 你们全班的学生 在制作所有的学生 一起用手工做 都做不到我一个人 所以说这是自动化的唯一 对吧 所以以后 那些在医院里面做吸剧培养的 基本上就可以下岗 我们做出这种东西来 好多医院的呀 还那种检验检疫的呀 就跑到我们实验室里面来看 还说您能跟我们做一套 做一套可以啊 这是比较麻烦 这男人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联系厂商 看能不能把它做成真正的成品化 再开模去做 这东西 这东西在世界上面都是没有的 在世界上面你想买都买不到 第二个考验 你们可能有些人进实验室的会做RTPCR 没有做RTPCR 起码PCR做过吧 加模板 引雾 Buffer 然后 水 然后就把它加进去 然后什么95度 55度 然后72度 来多少个循环 对不对 就PCR做出来吧 你说你手法好 你们女生多嘛 对不对 我告诉你女生在实验方面 那是有得天不获的优势 就是那手稳 那我以前在电视台打过工的 那出 跑出去 那个 跑到国际上面去采访 重大的新闻的那些记者 多数是女的 扛那大摄像机 多数是女的 为什么 手稳 男生力气是大 但是手不过稳 所以你举摄像机的时候 就没那么稳 那如果国家领导人出访 那新闻镜头你抖了一下 你想不想混了是吧 所以说 电视台派了出去的时候 就是以女记者为多 然后大摄像机的手稳 那女生确实在实验室里面 坐实验的时候手不动 你加上精度高 你加上精度高是不是 我让你加上 你来试试 加个384工板 是不是 手加384工板 我是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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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工板 我做过好几码 加上来 手就废了 他那一天就不能在家任务 这一天就不能在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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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384工板 实际上你就多点了 很密密麻麻的口 我就不说你能加多准 你们搞了384工没有一工错的 就不容易 我每个384工板上面 我起码要错个几个口 然后加一两 我跟 那时候我在德国的时候 我带着一个学生 两个人 要融化 半个小时融化一半 两个人加了两个小时 两个人的手工快废了 才加了一半 所以如果你们哪天 要是有 有这个闲情仰设的话 可以不妨去试一下 手加384工板 的RT-PCR 是什么感觉 保证你 这辈子不想再走 PGR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不是说我们 这个 我说两个创始人 创立了成体生物 就是我们 成体生物在富汗的 这个生产基地里面的实验处的一角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两台仪器 这么看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大家关注看一下这两台仪器 这个仪器是一个加氧机器人 这个仪器呢 是一个一万两千孔的PGR 刚才我们说的384工板 是不是 这么大一个仪器 人家是在这么一个范围 真的一万两千孔 肉也这么看不清楚 这个仪器人加这个一万两千孔的PGR 反映需要多少时间呢 一个小时不到 就这样 就做完了 就这样了 就做完了 然后就把 你把东西都 非常地按在一定的方式 非常地 然后 把那个 那个程序 告诉他 让他就自己在那里 机械手就在那里 就来 这样 很快就加了 而且因为是机器加氧 所以 几乎是没有误差的 也不会出场 所以说我们在武汉的这个 团队啊 实验人员只有五个 就是我 6月14号去他们那的时候 拍了一张这个 集体照 总共五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这五个是实验人员 其中有一个还不是做核酸 这个还不是做核酸 所以说四个人做核酸呢 现在每个月是做 为两万四千人做基因检测 用自动化的 这个设备 而且 我们的产能 马上要扩大到每天 两万人 同样还是这么几个人 然后 有的比较高度呢 你说你会Linux 会用大部分的测序 数据分析软件 好像这是牛逼的事情 比如外面找工作 好多测序公司 都在高薪聘性 生物信息分析人员 对吧 可能去年还是看到这样的 今年可能就看不到 如果你有心关注 为什么 我们创立成体生物的时候 最开始它就是IT公司 就是把我们的算法 弄到云平台上面去 让大家无需懂得Linux 在Windows下面点点鼠标进行操作 就能够快速准确的一键分析 达入摩测学 那么我们和天堂二号 签了战略合作协议 是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个计算能力来 公司自己也已经有自己的集群 直接把图都给你做出来 所以这些只会 照着Linux打命连行的 这样的一些人 基本上就没有活路了 很多公司现在在采购我们的这个服务 就是云平台的这种分析服务 比他们自己的这些所谓的猴子们 就只会一样化活路 这个打命连 不明旧里的这种人叫猴子 这是德国的一个成语 VR像猴子一样 不明旧里只会照着做 那些猴子们要分析得更快 更贵 而且是24小时 全年无休 有多强大 那以天官二号全部CPU算力 一个月之内可以算的 全中国十三有的基因资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 为了避免你自己被淘汰 起码要去学习这门课 我每年都会说 我们这门课 如果说你心目考试 卷面能够集合的话 我保证你找工作 会轻松的要死 都是多少个公司强 卷面能集合 不是说你最后的总比分能集合 因为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卷面分开增号成10分来集合 就这样的话 卷课率还60% 也就是36分 你就能毕业了 卷面拿60分的话 差不多你就已经80分了 对吧 去年真的就是这样的 卷面能集合了 那都是多少公司强要 不一定不测试 但是生物心理学 我们的我们生物心理学 也不是只讲测试的 讲什么这个 包括大数据处理的东西 都是现在市场上非常需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生物心理学 这个是从文文维基版科上面抄下来的 Bioinformat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develops methods and software tools for understanding biological data 所以说它是一个什么 这个学科是专门development methods and software tools 它是所开发的 只是说去 它目的是为了understanding biological data 但是它这门学科所做的实际上是development methods and software tools 然后它下面还有句话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science Bioinformatics combines computer science, statistics, mathematics and engineering to study and process biological data 所以说Bioinformatics里面综合了哪些学科呢 计算机科学 统计学 数学 还有工程 有没有生物学啊 它只不过是study and process biological data而已 对吧 是处理生物学数学 从中文上来讲 生物心理学的主体词是什么 是心理学 所以说生物心理学是硬数学的一个分析 它不是生物学 大家不要 所以说是为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门生物学的学科来学习 OK 是数学 我跟大家说的是 我从初二到高二 我数学没几过格 天天被数学老师逮数学骂 我都今天 我到今天为止 我每一个科研的课题 全都跟数学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我都能活过来 你们谁有这么悲惨的历史 你们没道理 比我学的更差 那么生物心理学还能干什么 大家之前应该有看过我的这个TED的演讲 知道我说我用这些办法去计算出质量感染症感染药方案 救了我老婆一命 实际上我岳母的 我用岳母的癌症嘛 肺癌 然后她的测序也是我做的 然后呢 用这种测序方法可以找到合适的瓦腺药 吃了之后非常的好 然后用了吃了瓦腺药之后 然后后来吃了一年多耐药 耐药要换药换什么药呢 于是我又给她这个搓血 因为她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穿刺了 所以说搓血做了CTDNA了 那也就是我自己跟她做了 开发一些新技术 比市面上的都要准 然后现在就找到了新的药可以去治 然后也为一难杂症的患者找到了感染源 那现在呢 我们通过商业化的这个平台 给全社会 提供全基因组的或者全外生死组的检测 可以一次性给出295种重大疾病的风险评估 那么如果说你评估出有某些重大疾病 像什么癌症啊 心血管疾病啊等等 还有包括这个精神类疾病等等 这样一些高危的风险的话 就可以给出有针对性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建议 还有这个体检指导 那么跟现在普遍的这种体检不一样 有的人比方说你下来的高 高发风险 那你就需要比方说六个月要去做一次这个超生 每年要做一次木板 像这样的一些检测 你就需要去即时去做 那么一旦有发现了苗头 就可以及早去治疗 而不是说等到自己不舒服了才去 因为大家知道像癌症 往往等你不舒服了去查的时候 往往就是惋惜 已经很难救过了 像肺癌 那我约母那种情况就是 他在15年4月份的时候去照胸天 还什么都看不出来 到了后来就觉得难受 觉得难受 到了8月份的时候 一查出来就已经是三病一期了 那么肺癌 二期跟三期是完全是生死的区别 五年生存率 二期发现的话 五年生存率是85% 而三期发现 整个三期 就三个加三病一期加起来 五年生存率才14% 这种传统的方法 你很难做到二期发现 所以如果说是肺癌高发 高风险的话 就应该去 每年去做个螺旋CP 这样比较稍微会一点 但是绝对是有好处的 这种检测 然后我们可以给出 300种药物的适用性质的 在你发病之前 其实就已经知道 如果你得了什么病 你应该用什么药物 不用其他药物 这样的话 你在第一时间里面 就能够得到最有效的治疗 然后我们现在 在这个儿童市场方面 已经推出了70项 精准育儿之道 也就是说 测一下小孩的基因组 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孩 在哪些方面是有优势的 哪些方面有的也是 哪些方面比较擅长啊 数学 音乐 还是体育 这些方面也是比较擅长的 你可以根据这些东西去 有针对性的培养 然后呢 有些营养方面的缺乏 也可以做到有针对性的 一些预防 所以说 我们可以做到 精准防病于未然 精准查病于萌芽 精准致病于医师 精准于财与萌芽 事实上这就让人想起来 这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侧上 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研发的技术 是新一代的无创产检技术 现在无创产检 这个甲阴系率 甲阳系率都很高 不准确 就现在外面 像华大和贝瑞和苍 他们在做的 这种无创产检 事实上它的准确率是很低的 我们正在做的 不仅仅是查 小孩有没有 这个二十一三体 这样大的 这种遗传性的问题 我们还能直接 测定胎儿的基因 直接从母体抽点去 我们就可以 测定胎儿的全精 从而知晓它 一生的研发性 等这一项技术研发成功之后 正经上的这句 这句话 我们至少在健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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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够实现 看起来似乎 人现在的技术 我们的技术 已经是达到了一个 有点像上帝的味道 有点像上帝的味道 所以我们必须 对这种能力 有足够的境内 这种能力一旦滥用 将铺和收拾 那么生物性医学 还可以给你 找到背后的黑手 03年的时候 非典大家的记忆 应该还有 对吧 对 03年非典的认识时候 的记忆还有 那个时候很恐怖 死了很多人 4月13 2003年4月13号 香港大部分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院 的院士 前天声称 非典型肺炎 是一种生化武器 比如非典型肺炎 是两种病毒的混合种 而这种混合病毒 只有在实验室里 才可以做出来 在病毒的环节中 根本不可能发生 所以他认为 非典型肺炎 是从实验室里 出来的一种生化武器 专门攻击 东亚人种 因为东亚人种的感染率 和病死率 远高于欧美人种 那么现在 大家都可以通过 生物性医学的手段 这是这样的一个手段 这会是我们 这个课程中的一个例题 而事实上 这样的一个生化武器 这种基因武器 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既然它是这种武器 它是有些人 特意研究出来的 那么它就必须 要掌握大量的 中国人的基因信息 在此之前几年 中国就有很多的报道 而现在的网上 还存留有很多当时的报道 比方说 02年4月12号 中国产机新闻报道 报道说 美国的研究机会出现 在中国人中间 进行人体试验 把试验获得的血清 归的低温样子 送回美国本土进行研究 申报的项目 明显少于实际研究的项目 研究有极强的真正性 最适合做基因武器的研究 然后还有一本书 大家可以买到的 就是最后一道防线 《中国人基因流失优似录》 这本书里面 详细的记载了 美国当时是怎么样 非法的收集 数百万中国人的基因信息的 正是从98年开始 大范围的这种非法的收集 使得美国掌握了 大量中国人的基因信息 由此才能开发出 才有可能开发出 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不然是根本不可能 对吧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为了防止中国干预 2003年3月20日 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所以当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势如破竹 如果说中国在后面 偷偷的给伊拉克运营一点 什么 红箭把脑袋 之类的 那美军可就绝对没那么舒坦 那现在技术发展 这个问题其实越来越多 12年12月10号 英国自然杂志报道 某中国基因测试公司 都要提交美国 日本欧盟的相应数据库 并且使用国外算法进行运算 这就导致了中国人的基因信息的大量 以前泄露了是部分的基因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这么大规模测序的技术 而现在泄露了是全基因组 以前是美国人花钱出力 非法还是偷偷摸摸地搜集中国人的基因 而现在是中国人自己花钱出力 拱手送上全部的一次 欧美人自己的基因组可不像我们中国人的方 我们想获得那种美国的登签 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核心算法 那你就必须受制于人 这就好像以前 中国的天区预报 在靠超级计算器来进行运算 对不对 中国的天区预报 都是把中国的气象水文数据 拿到美国去 人家根本不让你碰那个超级计算器 你把数据拿过去给别人 给别人去来进行计算 算回来 把这个算完按错 把结果返回给你 这样才行 这些气象水文数据在战争的时候 大文数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数据 而现在中国有自己的能力 所以现在中国的天区预报 根本不用去跟外国合作 那如果说中国有自己的算法 那如果说中国有自己的算法 那我们也照样可以做到自己的进行 自己的掌控 所以我们自己是开发了 这个FANCY系列这样的算法 实际错误率低到互6G 实际线能力几乎是100% 这种超高的进度 在这个在国际上 受得了高度的任务 那我们也是参与到了 这个人类蛋白之主计划 并且成为核心的团队之一 马上在下个星期 我就要去爱尔兰参加今年的这个FUBO世界大会 在上面要讲我们的最新的成果 可能完全颠覆你们现在对人类基因组认识 到时候电视台都会爆出新闻来的 来给你过来星期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算法已经被写进教科书 去年九月份开始在全国使用 开始使用的基因工程原理技术 这个国家的原教材案件 已经写进了我们的这样的成果 那现在我们能够建立 唯一的中国自主基因检测悬要成 这在市面上是唯一的 在整个流程里面 我们都是自主 每一步都是靠自主研发的技术 甚至在测询仪这一块 下个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下个月我们就将换装 完全由中国自己研究和生产的测询 从此中国人就能够掌握中国人自己的 基因信息 而你们在这项课上 你们都有机会亲手测询自己的基因 然后你们可以得到一个 专属于自己的健康方法 所以很好玩哦 对吧 看看这个 自己分析 对吧 自己分析 自己做实验 自己分析 然后自己得到自己 多爽 那我们在法医领域的话 在前年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就是我们成功的测试 测试了 这个中国缅甸远登区 73年前 断葬于热带雨林地区的野海的全基因 我们不仅仅是识别了它的身份 我们还恢复它的全基因主来 掌握了它全部的这种健康信息 这个可以说 我们把它全基因主的测出来 以后我们想看哪个案 就看哪个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在法医上面 其实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利用 现在一般来讲 可能有很多成年无头案 对不对 也有很多冤假错案 不是说警察想搞这些冤假错案 有的时候那犯罪分子很讲话 他有利的隐藏了自己 然后呢 现在警方为了能够比对 是哪个是嫌犯 对吧 哪个是罪犯 都要是找到这几个有嫌疑的人 然后一个个去比对 然后和这个 比方说这个尸体上面 留下来的一些痕迹来进行比对 这个万一警察锁定的这个范围 正好露了这个真凶呢 那有的时候就为了追求破案率 那可能就把一个无辜人缺成高了 那个护责案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现在公安部就要求了所有的命案 必须要有误状 必须要有误状 否则的话不能判死刑 那这个时候公安部门就很不辣了 那些成年屋头外 留下来的那种证据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都是 比方说在野外埋了几十 埋了可能十几年 几十年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新闻上 经常是抛尸 十几年之后才被发现 这个时候 证据已经被毁灭得很厉害了 还能不能跑 那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告诉大家的是 死了七十三年 在热带乱葬了几年 没有任何宝物的情况下 死了七十三年 我能连清楚 肯定全部都被搞出来 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这一点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想要再犯罪 那真是烧盘灰 我怎么认 这样的话 还有谁能够侥幸说 靠着自己高超的犯罪技巧 就能够逃脱警察的追捕 这是当时的一些 当时一些 这个在发掘的时候的照片 这个是当年的远征军的 这个出生的时候的照片 那这个照片上面绝大部分的人 都死在了一方 挖出来的海骨 你看 就是当时他们 这些海骨所埋藏的地方 上面会一层一层的 有厚人的垃圾 堆在上面 就是发现在 现在的 一个院子里面 这个 发现 但我们可以看见 全金属的信息 都是可以 基本上得测全 所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通过 那我们 这个生活心理学 这个本科版 和课程 主要有 这么一些的 这个 内容 其实主要内容来讲 跟网园的区别不大 但是对每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在 我们每年都会 升级这个课程 所以如果你看到 去年的视频呢 也是OK的 但是肯定 会有一些内容 在去年的视频里面 是没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后面这些视频 每年的这个视频的演进 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然后内容越来越丰富 那么我们肯定 后面也会继续 这样的趋势 比如说每年 都会增补很多的新的内容 甚至一些 我们 还在研究中的一些内容 就给大家去讲 这样的话 就使得大家 始终能够 站在目前的这个科技的最前面 而事实上 大家 也不要 也不要怀疑 技大 在这些方面上 在全国的地位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 这个课程 我们今天 拉着是不讲任何的具体 给大家一个概念 稍微进一学 它全部有用 而这个有 有多少的用 实际上在大家 这个层次 这个层面上来说 是 取决于大家 要 多好好去学 这一点不夸张 学这本科 是很有用的 往往来讲 你们 用所学到的知识 可以知道自己 或者家人的见解 在医生做束手不测的时候 你可以有更多的手段 还可以做最后一步 而且由于生物 生物学 它是可以 贯穿你一生的 在抗抗 人的生老公子 你们一定有抓笔日 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 如果说你们 有着生物心学的 这样的知识和能力 那么你们 在你们自己的生活里 就会 有更多的一些优势 有更多的选择 同时 也会给你们 带来 更多的 工作机会 带来 更大的 更广阔的前景 以及更广阔的收入 那么 做 做学证课的话 好同学都知道了 现在新同学我再说一下 嗯 那 从下一个个开始 强烈建议大家 带笔记本电脑来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 如果说你们 实在是 有的女生 显示这个笔记本电脑 太重的话 那我 也建议大家 可以弄得 在你们手机上 也可以做很多操作的 比如说MATLAB 还有手机版本 所以说 没有任何理由说 你们不做 然后 上网的问题 大家自己想办法解决 可以连这个 学校的这个 校圆网 但是这么多人 在同一个教室里面 密集的去连 这个校圆网的话 那个AP是受不了的 而现在的话呢 这个 比如说 联通啊 移动啊 他们的这个流量费 都很便宜了 非常便宜啊 现在联通已经 联通在全国 第一个推出 无线流量的套餐了 无线流量套餐 就是说 冰淇淋套餐 可以去买的 还有比方说 大网卡 一期才几块钱 像这些东西的话 大家要 这种 这种小钱 大家不要省 大家想想看 你买的手机 大家一看 我看我们的手机 一个比一个好 是吧 我这个是小米的 大家一看那小米 就知道 这肯定会帮你去 对不对 这已经很好用了 所以说 大家买得起苹果的 买得起华为的 肯定都差这点钱了 你想想看 你们晚上出去 撸个券和钱 就最有好 就足够你们上一个 学期的 中文经学课 这一点 必要的投入 还是要有 在国外的话 人家投不完整 电脑 绝对是自己买的 有的 这些需要的资源 上课需要的这些资源 那肯定是自己的资源 这是自己的成分 对吧 教育成分 况且你们教育成分 应该很低了 所以说 大家 要 带笔记本电脑 或者说带手机 来 当然手机上 各种操作不方便 但是另外一说 但是实际上 带电脑 尤其像我们这种 又大又重 性能又高的这种电脑 既不贵 也背起来 也不是那么吃力 我这个电脑 这个 大家可以看了 这么厚 大家就知道了 对吧 这是游戏本的 游戏本的 绝对吃不到哪里去的 对吧 这很便宜 配到顶 5999 i7四核的 那还是好几个钱啊 14年吧 随便摔 真的随便摔 我现在招了很多闻啊 然后 他就是 不够的 这个东西从来 从来不担心了 现在电池都不换 你看 这个这个意见 都没差点人了 所以说这个 实际上是很 很便宜的 对吧 然后还有 如果说你觉得你的电池 不改例 哇 用笔记本电脑用的 一共电源 两百多块钱 这也买了很多点了 现在的型号 更加的轻薄 更小 所以说你们上课 就是没有电源也没关系 对吧 你带这个也可以了 你带的笔记本电脑 都是很轻薄的 而且续航能力都很 都很强 所以说根本就不用担心 然后呢 你看我背的这个包 是吧 我背的这个包 里面的 是淘宝 是淘宝上买的 便宜货 然后在外挂了一个 这是鸡包 你们真的是急救 急救东西 所以说 所以说你们要什么 受伤啊之类的 或者是 这个东西 我是 专门配置的可以上飞机的 可以过安检的 在机场 就过安检之后 我还真救过人 每年一般来说 要救一到两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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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的一个包里面 还有 有 很多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好 你看看看看看我 这个还不是满彩状态 这个是个数码包,各种线,可以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出差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第二显示器,就是可以出差的时候都可以做双屏,再提高工作效果。 这样的一个包,每一块也不重的,其实我总觉得你们女生总是很心疼的,为什么呢? 你们背的那种包,又不实用,也不是很好看。 你们逃的那一百块钱的地摊货,你不要有,我不知道。 而且那个袋子又很细,勒得又疼,是不是? 你带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不方便。 你像我的,随身鞋带。 冲电网。 买公司98的概度是被别人用的,我带的这个东西是给别人用的,就是给别人救急用的。 那这一点都不重。 那这一点都不重。 为什么像这种包,它的设计都很好呀? 所以,那你背起来的时候,你的肩上面是没有任何重量吗? 你所有重量都在这儿。 腰盘。 腰盘。 所以说,你背个三十公斤,根本就没什么感觉了。 三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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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那个德国阿尔卑斯商商前会的会员。 以前去爬登山的时候,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自己的婚纱照是自己拍的,在登山途中拍的。 但是背了二十五公斤的装备,登山。 然后在爬到一半的时候,自己打开那个什么婚纱,把什么婚纱啊,礼服什么的都背着。 然后还电脑都背着。 上山之后,现场处理,然后就把照片处理出来了。 这样子。 穿三点架就对了。 今天我带这个三点架,可以挂在这儿了。 所以其实,携带装备本身是不重。 然后,我要做成的意思是这个。 接下来装备本身是不重的。 而且,带起来的时候是可以很酷的。 真的,这种战术装备,不贵。 我都是偷跑上偷的便宜货。 比你们女生买一个包包的钱,我够我自满的衣装备。 就全身的,装备,一根的。 但是,很实用。 而且,现在不是有点赞吗? 嗯ummer! 好准备! 好福啊! 公斤威 undマ 우리는花山福先出来! 书之王王 ! 向 friendsあと 我们去 shows了少量的予计。 正是《你娘化3小小小年》。